进 雨泽 看你最近忙 我给你炖了参汤 来 趁热喝一点 好 我怕补太过 专门用参水籽给你炖的 日后有你的照顾 我可能是要多胖几斤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被赶出方家 那个时候 你的眼神就像一只 倔强又敏感的小鹿 当初我一心想要进都军府 就是为了替董家报仇 只是没想到 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仇人 你是说二叔吗 你不是说 他不应该是我们之间存在的话题吗 今天可是你先提的 今天我心情好 提提也无妨 我还记得你说过 只要找到印章就可以扳倒他 但是这个印章没有人见过 是 你见过吗 没有 你为什么这么问我 没 没什么 只是好奇 不说他了 你快把参汤喝了吧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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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